M4A1RS 是很普通的一支型號 但是這支是不普通的生產商 毒蛇的 上次 如果你有追開我們這個台 我就去了台灣 跟它聊了一段時間 指定要它做這支Body的顏色 這支Body的顏色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 這支Body的顏色是剛剛來到的 實物會偏綠一點 我現在用手機拍攝 就未必表達到 肉眼看是偏綠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些軍板槍會偏綠 接著呢 其實我們預計了做舊化 這個其實屬於輕量均勻地舊化 實物會呈現一些真鐵灰灰的味道 可能現在未必拍得出來 但是實物是非常吸引的 可以說一支很平凡的M4A一款當中 也有不平凡的質感 上面那支就是原裝 什麼都沒有改過的 這條骨也是毒蛇的 它們叫做RAS的 因為結構上 早期營和後期營這個結構有些不同 早期營它叫做RAS 後期營叫做RAS 對 下面這支已經換了KAC的骨 所以是不介手的 那麼 掌握了這些軍板電筒 做回一個基本的軍板設定 另外這邊就是槍管 前進聲 KC骨 KC的手柄 A-C A-C 這個Grip 都還未換 我們自己也換了 那 轉頭去鎖槍 這個鎖槍也是美國品 好 現在去鎖槍 也是半行程 現在入鎖 剛才放了這支槍 就3.5kg 還未入鎖 加了這支鎖 0.8kg 那我講的是這支槍 加上scope 好 現在試槍 再拍一次細節位 入彈 再試一次Fuoto 剛才看到沒有布落 因為我們加重了彈弓 換走了原本那支槍 換回來就會有布落 這些是小問題 任你做Setting 另外一個細節位 可能很多人沒有留意 我這裡摸下去 是斜向槍嘴的 認真的火母會這樣做 因為真槍是這樣做的 而不認真的那些 就這樣套進去一個大洞 在火母裏面 現在拍不到 所以我形容給大家聽 好 去吧 好 最後拍到槍管這個marking 看看光度能不能拍到 剛才我說的斜邊 就好像一個噴火豬裡面的開叉型 那就是這樣 遲些有什麼再新的毒蛇 再拍給大家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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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